重点,不外乎就是,记得这些都学会了,以后的话反正就会反复出现 不外乎就是sub,规则一定是长这样 你就是先输入sub跟名称,然后enter它就自动产生中间的这个区域 再来就是sales,其实sales之外,你另外也可以用一个叫range 前面我们有录制聚集的时候,这边不是有range 其实你也可以用range,那你想说老师你为什么不用range 主要原因是因为range里面主要是放文字 那文字的话呢,蓝跟列你会发现很麻烦 如果今天我把那个刚刚sales这边改成 其实如果你要改,其实可不可以改也可以 这个什么,如果你改成range的话,那当然 这个会比较麻烦,就是说,它这个执行的话 你要把什么,把s改成i嘛,那一样的道理,因为它是文字 所以如果你要串的话,那变成你可能要串在它,因为它是最右边 所以你就串你的and i就可以了 这样的结果也是ok的,全部清掉 也就是说这边也可以改成range的 e,然后and i 这样也可以,只是说为什么我不这样讲,因为我发现 每次同学就是会有问题 那我发现用sales好像比较简 因为sales这个两个 参数都可以放数字 那这个的话是放文字,文字的话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要串 可不可以这样用,可以啦 也就是说其实 程式的写法很多种,不是只有一种 所以你假如看 那个vba相关书籍 你会发现每一本写的都不一样 每个作者写的程式,哪怕是指一样的东西 每个作者写出来完全都不一样 如果都不一样,很正常的ok,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奇怪为什么不同意一下 你怎么可能统一呢 因为每个人的表达方式,就像你 你跟我的讲话方式一点也不一样 我不可能照你的方式讲 所以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主要就是说 要怎么去理解这些东西 怎么样拿来用 那只要用的对 都可以啦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最后的话,我们产生三个SARB 所以三个SARB对应到的就是三个按钮 所以最后的话,请各位 把这三个按钮产生 那我们 是直接复制 这两个 当然 那你有几个办法 你可以把它删掉 删掉的话就是按右键 把它剪下也可以啦 或按delice也可以 如果你 不想要删掉 有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按右键 这边有个指定聚集 也就是说你可以拿之前的来 用也可以 那怎么指定 一样 点它一下 然后指向哪里呢 指向 这个 门号公式 所以第1个行门号,第2个是清除 所以呢,我们就是门号公式 然后 然后 名称的话,一样把这个复制一下 复制 然后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哪里 那第2个是清除 不过你会发现 清除的话 因为呢,我们在 module 1 里面有个清除 聚集录制的用这个名称 所以你会发现名称重复了 那所以怎么办,没关系啦 我们应该是在第2个 所以你就点的时候就选第2个 module 2 有没有 我按右键插入 第2个聚集的时候 然后呢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方式啦 你清除可能不要叫清除 你要清除2 或者清除别的名称都可以 然后呢,把它 这个就直接指这个就按确定 那这个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怎么办 我的习惯是 把这个按钮复制了 然后贴到下一个 地方 再来改就可以了 那好处就是说 这个按钮就会长得一模一样大小 你就不用特别还要去把那个按钮产生 然后把这个门号 名称给复制了 然后贴上 这样的话就完成今天的练习 也就是三个sub 再加上三个按钮 按下来去看看 这个ok 清除 ok 然后再输出最后结果 也ok 那就完成了 那你们就把这个存档 然后呢 绞交到数位学院 就完成今天的练习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今天的话呢 基本上 就是把 这一个 第一个 範例 我们做个ending 那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就要换另外一个範例 ok 也就是说 其实未来 我们上课的模式 基本上都是以问题 为导向 然后呢 反正我就一个问题 那要怎么解决 用我们之前学过的东西 把它套上去 那学过的包含就是说 哪一些函数 再来就聚集 再来就VBA 函数聚集VBA 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所以回去的话 请各位 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把刚刚讲的 程式尽量熟悉 ok